我是Mike 我們距離非常遠 我就拿下 我是參拜設計上的團隊 之前有沒有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團隊的成員 這是技術工廠隊律師 我是商務的 這是小魚 接下來主要就是想要詢問 老師說這對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其實就是幫一些很多的社群組 然後他們去匯整他們所有社團裡面貼文 你email也有講 對對對 所以就是好像老師也有提說 有用相似度的做法 但我們就想說 這個部分我們有再依照這個部分去想 然後去研究 就非監督式的做法 對 但是好像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先從這樣 我先從就是我們現在的做法開始 好 就是 會太遠嗎 不會啊 欸 欸 好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類似像這樣子 一篇貼文 然後分類 就例如說這一篇貼文的話 它就是 在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把它分成生活用品類 這樣子 這個是雨傘的 然後 我們的執行科技就很簡單 我們就是先建置領 就是有很多 生活用品類的資料庫這樣子 這個詞類 那 像這一篇抓 這一篇的話是 金油文化 那 它 我們就先抓詞 就是這篇文章的詞表 然後名詞 那 頻率最高的前三名是 像這篇的話 還是投金油文章 那 我們比對資料庫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喔 這個有被我們存過 就是金油的部分 這個資料被我們存過 所以我們就把它規類在生活用品裡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方式 那目前的方式的話 會有這個確定 這些確定 就是說我們需要有 像小的其他方式去建這個字 然後它一直持續地去找 很多名詞 然後去放進去 那這個非常的花時間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而且明明有一些常用詞啊 那常用詞就會困擾你們 對對對 常用詞就會模糊 就是有一些模糊的詞 就讓我們沒辦法 就是我們要能為地去判斷說能不能形成 對啊 我們意外日本沒有出現在剛剛那些詞裡面 很多看日本 因為它日本也有兩個啊 因為它日本跑的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日本啊 日本是名詞啊 你說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對對對 那這頁如果出現日本 其實日本是一個類似Noise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日本跟你的分類一點關係沒有 那如果它來的都是日本 德國 英國 那你們就玩了 對對對 一開始我們就 詞比他畫得早 變成前三個 這樣子 可是這個就會 例如說本來校門 是 唯一一個小時可以貼一千片 一千片貼五片 對 可是現在可能就一個小時 那你沒有黑名單嗎 好比像說 你就直接把國民全部拿掉 哦 這你沒有想 對啊 對自己 對因為國民對你沒幫助啊 所以應該說我在分的時候 我同時哪一個詞對的我沒幫助 我就跟他說沒幫助 以後我就不會再看到他 哦 OK 好 當然有一件事是 其實產品會一直日行願意 所以我們永遠不會新增的玩 嗯當然啊 所以這就是好像要包容 目前的做法 那目前的效果大概是這樣 就是 有八萬三千多片 然後 只有兩萬六千多片 對 而且我比較challenge的就是說 這十個真的是正確的分類嗎 有什麼意義嗎 你說分類的結構 對啊對啊 因為你這邊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了這個分類 而且這是不重疊對不對 他分到一個就不會分別的 對對對 對啊 那但事實上有一些東西 他同時是他平常生活跟親子 這個時候就有差分感 是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行銷主要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要分析這個社團 他到底會賣成 對啊受眾 對對對 會賣成產品 然後他的營業而變性能夠很好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 假設我這邊是有請 那個賣的這邊 假設是會把那個 關鍵字也把它修修了 嗯 所以我們還是會在 所以你可以回到最早的關鍵字 你不是只卡在 就是這十個標籤這一層 就你如果要知道 某個社團很會賣什麼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最後分貝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右邊這個 對 就是要看左邊字不能寫這些 沒關係 就是右下角這個圖 它是顯示說 我們現在字典的數量 對啊 大概是有這麼多數量 然後再去貼 對 然後我們是 我是有給它看說 每邊貼文它貼到的是什麼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像它有很多 就是跨類別的狀態的時候 你們還是可以找得到它是跨別的類別 不是說它一定會被卡在這十個字移 還是其實它就是會被卡在這十個字移 會被卡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 這次要說分類要更失禮 或者是 嗯 就會可以多類別 對對對 因為多類別它就是類似主題標籤 本來一個就可以有很多個主題標籤 就是hashtag 對 但是你們現在這個是比較像劍門鋼 木克術種那種 對 對 樹狀分類啊 不是網狀分類 那樹狀分類就很容易 面對新的東西的時候就很沒有效率 對 好 然後我有去就是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那個相似度 是是是 但是 因為我現在想到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做相似度的話 是不是一開始要先做 就是還是要有一個base 就是 比如說生活用盈盈他的文章 我可以先取100篇 然後 一樣做類似像 就是那樣字典的概念 就是我還是要去 去分類他 去剖析他的詞品 然後還有用的詞 動詞名詞之類的 然後把它記起來 然後再去跟新的文章做讀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我們一篇文章 可能就要重複跑這個100篇 就100篇 因為它其實是距離的概念嘛 就是說我在一個高維度空間裡面 這篇文章旁邊最近的是哪些文章 概念上是這樣子 對啊 但是現在的運算對這個並苦困難 你就算是100篇都要跑100次 那也才1萬次 但是有很多問題 假設如果我們相似度 我所理解的事情是 一定會有一個相似度的分數 指標的分數 應該是說 這有點像Google那個以圖找圖 你丟一顆圖進去 它告訴你 跟這張圖最像的10張照片是什麼 對 然後它是有個分數 譬如說 這篇文章 對 它當然有分數 它未必會告訴你 但是對 它後面有一個相似度 對 那我們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按照那個分數去做好 那分數之前的話 就等於說 其實一篇貼文裡面 它假設有 我們分析出來有 100個詞彙好了 然後 然後如果 A面貼文有100個詞彙 B 然後我們建立了100篇 那等於 它有可能是 100x100就是 1萬個詞彙 那如果今天 B要去跟它 這100篇的貼文裡面 去做相似度比較的話 那等於 它有100個 100個詞彙 然後你也要堆140 所以就等於 1萬再乘100 就等於100萬 那你也很快 那你也很快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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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還在一般CPU 甚至不用加速 就可以處理的範圍 但是如果我們的社團的貼文 假設有 因為你是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說 你如果要即時計算 其實你只要你的計算的速度 足以應付你的新貼文頻率就好 所以如果你處理社團來的新貼文 它比方說 1秒不會超過50個 我亂講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1秒只要能算50個就夠了 總統我已經會算了 對啊 就是說你只要你的吞吐量 大過你實際進來的資料量 就好啦 那而且像相似度 這個是我們叫做 embarrassingly parallel 就是它很容易變形計算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置不去就分到不同的CPU core 或者是你真的需要再租一台機器 你就租多一台機器 那就是當你的客戶量真的哪一天變50倍 那你就用50倍的算力去算它 現在現在算力很便宜 對 所以我們所理解像是路德執行的實作方式 剛剛我們所說的其實是這樣的方向去實作的 當然就是說中間有一些加速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hash它等等 然後你可以先算把那個維度稍微壓縮 做dimensional reduction之類 可是就是說你就算就是真的就是用 你剛剛講到的就是最 naive 最天真的做法 還是就是你會算得完 對 OK 好 因為我們查看一點就是怕效能 對 本來事實上你直接寫出來就知道說 其實效能上這個還不是應該並不是問題才對 那我還想問一個問題是說 那好 就算以這樣的方式來判斷好 那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驗證 就是現在所貼的標籤 或者是是符合的 但是我的意思說 你會有一些emerging的標籤嗎 好比你用簡單的 好比你用簡單的 K-means cluster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你在你這麼多東西裡面 目前看起來好像有五個區塊 各自彼此相似 那你在人工去形容這五個區塊就好 那甚至你也不需要用人工 你就把類似像文字語 就特別大顆的字 那你自然就會有一些描述這五個cluster的方法 對 就是說你先把這個群集做出來 之後這個群集它要怎麼描述 那個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因為你看這個群集的特徵跟別的群集最不一樣的地方 你自然就很容易命名它 而縱使你不命名它 你完全是靠這個群集裡面常有 而別的群集裡面都沒有的字 其實這樣用文字語也夠了 就這樣你也可以直接用它 所以我今天可以先做第一層的 對 就是相似度的 然後再用文字語 對 對 就是你拿到相似度之後 你就可以用K-means或別的方式弄到它的cluster 等到你拿到cluster的資訊 你就去問這個cluster裡面 他們最常用 而別的cluster最不常用的東西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這個cluster的 就是semantic 它的語意就互之互出啊 概念是怎樣 cluster 就一個衝擊嘛 一個衝擊 對 那我想問說 那除了這種 除了那種文字的判別方式 我想說 因為他們其實 抱歸 就是 對 像他們其實都有那個 圖片 對啊對啊 那如果圖片用圖片 比圖片會不會 更快 嗯哼 可以啊 你就是用CV嘛 用電腦視覺 那等於就是圖片轉文字啊 圖片轉文字 可是圖片轉文字 圖片轉文字不是說 圖片裡面要文字 不需要啊 他也可以說這裡有五把傘 這個已經 已經算承受和技術 對啊 像臉書 你這個應該是臉書嘛 臉書給視障者看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出現 照片裡可能有五把傘 對不對 照片裡可能有人 有兩個人 照片裡可能有一個卡片在背景 是不是 所以 一方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Facebook的那一個圖片轉文字的 就是敘述 就是敘述 對對對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現成的CMV API 這個圖片 它還你文字 這樣就好 他會直接告訴我 可能有五把傘 對裡面的feature 裡面的feature 嗯 那很棒 這個好像更快 嗯 好 好 我想不到 嗯 那補圖其實差不多 哈哈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對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始作 然後 對 就寫寫看 寫寫看 好 好 那今天先這樣 反正有什麼問題在意沒有 好 OK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那就跟始作說一下 謝謝